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黄永昌老师 现在和你们示范 这个 4个 9瓶的画法 4瓶9的画法 这个 9瓶的画法 首先是用干画法 一个部分画完之后再画另外一个部分 也可以称为合缝法 就是画完了第一个部分 然后不要画 旁边的 隔开隔开画 最后把它合缝在一起 我们画这个玻璃瓶的时候它的色彩变化很多 那么首先要留 这个空白的地方 什么空白的地方呢?叫做高光的地方要留 空白 还有 叫做刺高光 刺高光就是反光啊 比较 没有那么光的光 因为它反射很多地方的光 所以它很多刺高光 刺高光 画完之后 留空白之后 干透之后再加一点点颜色 它不是顺白的 高光点 那么色彩要鲜化 而且要丰富 要透明 不要太厚 多一点水分 让它自然鲜化 然后画完了这一部分之后 再画其他的部分 那我们每画一个玻璃瓶的时候都要保留很多的高光点和赤高光的空白地方 此一点再加颜色 当我们画了第1个部分之后 再慢慢的画第2个部分 第3个部分 画什么部分先呢 可以 画主角 主要的地方先 然后 画完了一个部分 再接着画第2个部分 最后把它合缝起来 这里的空白有几个 一个是高光 一个是赤高光 反光 我们尽量留空白 保留它透明 或者留浅色 但是 有些地方 例如是字 这个招牌的字 白色的字 我们用广高产的版去画 那这个地方你要特别小心啊 就是画一个部分 不要画 临近的部分 要隔开画 我们先画浅色 然后用清水 把它画开 再画 深一点的颜色 应该说是先画中间的颜色 然后再慢慢画开 颜色 色彩要丰富 我们 初学的同学可以照着持续 先前后深 然后画得比较成熟的时候 你可以 怎么画得行 你先深深后浅也行 先深后浅也行 那我们隔开隔开画 这个地方呢 先画浅的颜色 然后 再画深一点的颜色 让它自然 鲜化 那色彩要丰富 色彩要丰富 它这个颜色是有点 棕色 它的颜色是自然调配出来的 所以你用一些鲜的颜色慢慢覆盖的时候 它就会 调到比较 橙一点的颜色 那当我们画来画去 把第1层的底色画好 留多一点的高官位置 第2层第3层可以加上去 一些细节的地方要特别准 要因为它玻璃的边界是很清楚的 所以把它画准一点 当我们画的 第一部分的时候 可以把它调转 来画 看看它的随时显 购物随时 看看这个画的构图有没有什么缺点 错误 把它反来反去画 都可以 然后 这个 第1支酒瓶画得差不多 的时候可以再画第2个 这支酒是透明的酒 它没有什么固有的颜色 那么透明的酒呢 它反射周围的环境 当然它空白的地方也比较多 浅色的地方也比较多 那我们通过画玻璃的透明画法 可以锻炼我们的 这个 艺术的表现力 那么艺术的表现力呢就是 不一定是抄了照片 要想象 这些明暗关系要想象出来 那这个酒瓶 它是透明的酒 那么它有很多不同的色调 这些色调来自哪里呢 有些是反光 有些是背后 或者旁边的颜色 反射的颜色 它没有固定的色 接 玻璃瓶本身 变化很多 大多数 的颜色变化 是没有固定的色 接 不像石膏像 前色 中间是慢慢一层一层的家 它有 我们广告话说 无厘头的 光 无厘头的 深色 就是没有逻辑性的深色 没有逻辑性的浅色 那我们现在隔开画另外一个瓶子 这个玻璃瓶 某些地方是很鲜颜色的 我们用橙的颜色 用红的颜色 慢慢画 让它自然喧化 每画一步要特别小心 要保留它的高光点 和至高光点 我们要分不同的色区 色彩的色区 区域的区 这些色区和 另外一个色区的变化 的边界 是很清楚的 所以 干了一部分 再化了另外一部分 这个是另外一个色区 它的光线 反射到周围 所以有点 紫的灰的颜色 有人问 玻璃到底什么颜色 它反射到什么颜色 却有什么颜色 所以 它有这种无厘头的深色 无厘头的浅色 所以它的颜色 没有什么 逻辑性 很自然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 学会观察 学会表现 然后画的时候要分开几个不同的色区 色彩的色区 一个区 把它隔开来画 不要把它 彤彤彤彤彤的画 那么它的边界是很清楚的 那么现在我们又看到一个 是 这个叫做 这个 什么 红桃 红桃酒 看一下 它有个红色的 圆圆水果 特别漂亮 这个是招牌 我们画的时候要 用干画法 一个部分画完之后 不要隔开 不要把它画在一起 然后分两三层去完成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酒的一些 商标 商标的地方 我们要精细 不要 麻糊 要准确 那么酒的这个商标 这个贴的这个纸 这个方向是顺着 圆形的要顺着 圆的这个 这个线条去 转变 那么打直的线要顺着 这个酒瓶 直线去画 那么水质 跟水质 水瓶跟水瓶 慢慢去画 谢谢 这个 这个 招牌的一些红色的水果 要慢慢 一步一步去画 干了一部分 再换一部分 大多数是干画法 那当没有画完 没有干透的时候 可以画其他部分 我们 画来画去 不断的修整 干了一部分 再换一部分 这个就叫做 干画法 好 一部分 这个 很 conversations 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明的酒也有很多的色彩变化 但是有些部分呢 例如是它的商标的部分 例如是它盖子的部分 变化就少了 那么这个是透明的酒 那么它的变化很多 它的形状是上面是四方 下面是八个角 变化很多 我们要保留很多高框的位置 它的浅色部分很丰富 我们开头要留多一点的空白 到最后我们要把一些空白的位置 给它省略掉 它的空白不可以太多 开始是要保留很多空白的 它有很多颜色我们可以 很自然的喧化 有些是干化法 有些是湿的时候让它喧化 这样就有水彩的美感 色彩丰富 变化多 那我们各开画这个地方 这个是酒瓶的盖子的位置 它是有个金属的纸很漂亮包着 它的画法就像画苹果一样干画法 画了一层再加一层 那么当我们干透之后 整个瓶干透之后 就加白色的字 用广告彩加 那可以用什么呢 留百胶的笔去加 但是不是太急 用广告彩的颜色加比较好 那为什么水彩画有个秘密啊 不用水彩画的白色去画 用广告彩 因为广告彩的覆盖力很重 它可以覆盖后面的颜色 所以比较好 广告彩的白色 我们通常都用广告彩的白色 水彩画的白色你把它扔掉 千万不要用 我试过很多牌子的 那个品牌的 水彩画白色都不行 没有广告彩 这个很简单 广告彩的覆盖力很强 然后我们慢慢的修改 它的 白色的字 有些地方 例如是瓶子盖的地方 也有一些小小的质体 我们慢慢用白的颜色去调配 记住我白色不是损白 有些阴影的白色可以加点蓝 有点瘦光的白色可以加点黄 我画的这些小字呢 就用半点点点点 非常简单 有些同学画得很认真 把每个小字都画清楚 当然可以了 这样子会更加有梅感 更加有趣味性 然后我们现在画这个 这个招牌的纸 这个招牌本身 它的后面那个黑色的地方 是用蓝色和 棕色调配 水彩画我通常不用黑的颜色 纯黑的颜色我不用 水彩画的白色我也不用 我用广告材的白 黑和白我都扔掉 不要 不要它 那么这个 这个作品呢 大约花4个小时到5个小时 我们拍的时候是把它 浓速加快 很多 很多这些细节的地方我们省略了 这个 最后我们加点其他颜色的这个字 字体 这个字体呢 我们要用铅笔取个稿 然后用小一点的笔去画 那有些小字我要拔弯一点点 那有些同学画得很认真 可以画得更加认真一点 然后这些字体 慢慢加上去 修改一下 这张作品就完成了 加了之后 字体之后 整张作品 是 很有这个美感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示范呢 就到此结束 然后慢慢修改 慢慢 那个 加点细节的地方就完成了 欢迎你们 收看我们的 视频 也欢迎你们 介绍多一点的朋友来 报读我们的水彩化课程 这一个影片是保密的 不能公开 不能给其他地方 转 转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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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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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